王一博请停止散发你的魅力。赵丽颖因为一组照片登上了热搜。赵丽颖因为一组照片登上了热搜,照片中她头戴鸭舌帽,身穿蓝色牛仔服,手里米色时装包,赵丽颖本以为这身造型时尚至极,可没想到就招来网友的一顿恶评,说她是清洁工下班了。 还有一次,赵丽颖和贝贝一起参加迪奥酒会,两人虽同是一线女星,万众瞩目的贝贝被安排在了中国区总裁那一桌,酒桌上她与国外高层公筹交错,相谈甚欢。 而吐离吐气的赵丽颖则被安排在了一个角落里,眼神落寞无人理睬,全程尴尬不已,还没等酒会结束便匆匆离开了会场。 2019年,生产后的赵丽颖强势付出,这时的她迫切想甩掉之前土包子的标签,并果断更换了造型团队。 同年赵丽颖参加星光大赏,只见她身穿一抹银色身微长裙,长发遮住一只眼,惊艳不已的造型简直震惊了整个娱乐圈。 2020年,她再次参加星光大赏,一晚连换三套高级定制礼服。 紧接着,赵丽颖由一口气连灯,时尚佳人,时装,时尚巴沙,世界时装五大杂志封面。 经过多年的洗礼与蜕变,如今的赵丽。 已经退去了年少时的青涩与土气,显现出了别具一格的优雅与魅力。 现在赵姐在走港风路线,确实很适合她,高级又有辨识度。 她这次回归的复古港风造型,术姐真的有被惊艳到。 一头卷发,大红唇,大红衣,随意一个特写,气场都绝了。 没想到,脱离了甜宠女主人设,解锁复古女强人的赵丽颖,会有如此大的反差。 翻看微博,眼尖的我发现,这姐最近一直都在偏爱港风路线。 工作事发的进途,基本全是港风style。